大家好,我是杜一鑫,来自马来西亚,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,现在是广西艺术学院,足迪教师。 我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人,我爷爷小时候离开了福建,下南洋,到了马来西亚谋生。 从此,我们家变在马来西亚南方的一个小镇,麻坡扎下了根。 历经几代人,我们家依旧保留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,汉语也是我们不变的语言,当然还有一些福建话。 因此,我有着和中国人一样的姓氏和跟中国人相近的名字。 我们家很传统,会过清零节,会过中处节,会过端午节,我妈也会包粽子,我外婆也会包,我姑姑也会包,就是我阿姨也会包,都会包。 我自幼受兄长影响,喜爱竹笛,后来在新加坡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习,毕业之后进入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担任教师,教课之外,也致力于中国与东盟间的艺术交流合作。 竹笛的牵线,让我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,也已14年了。 在广西艺术学院工作,对我来说是完美的归宿。 广西是中国连接东盟的桥梁和纽带,在这里我可以把中国的足迪带到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东盟国家。 我在广西艺术学院工作这三年,我经历了中国东盟音乐周,学校各类型演出,赴越南教学培训等活动。 在工作同时也学到了很多很多,眼见这片土地的变迁和发展,让我更有信心留在这里,继续深耕我的心爱的竹笛事业。 我爱广西,广西是我第二个家。